新版本的mg3和mk14谁近战更强 他们两个都是近战超强的空头武器 新版本mk14伤害增加了 但是全自动后座力提高了 今天对比他们 看看新版本谁近战更强 一伤害mg3打身体为39点 抱头91点mk14打身体为67点 抱头140点mk14伤害更高 二射速 这里只测mg3的990模式 经过实测mg3的990模式为16.67发每秒 mk14的射速为10.53发每秒 mg3射速更快 三秒伤mg3的990模式 秒伤为654.13 mk14的秒伤为705.51 mk14的秒伤更高 四换弹时间mg3不能装弹匣 打完子弹换弹为8.2秒 牛油子弹换弹为7.1秒 mk14装了弹匣后 打完子弹换弹为2.6秒 牛油子弹换弹为2秒 mk14换弹速度完胜 五子弹出速 经过实测mg3的子弹出速为750米每秒 mk14的子弹出速为1111米每秒 mk14子弹出速更快 同时开枪能更快命中 六弹容量mg3弹容量是75发 mk14弹容量是10发20发 mg3获胜 七配件 mg3配件是1个 mk14配件是5个 mg3配件更少 但mk14配件选择更丰富 扩展性强 八后座力 先对比满配夭射 把mg3打到剩20发子弹 先看mg3 再看mk14 mg3的990模式后座力更低 夭射散步更小 再看满配开心射击 先看mg3 再看mk14 还是一样的情况 mg3的990模式后座力更低 总结mg3射速更快 但容量更多 配件更少 990模式后座力更低 mk14的伤害更高 秒伤更高 换弹更快 子弹出速更快 扩展性更强 不过真正实战时 由于mg3射速太快 其实反而没有mk14好控制 所以增加eV1时还是mk14更厉害些 毕竟有着更高的秒伤 更容易控制的损心 但如果是eV多 那还是mg3更强 毕竟弹容量更多 能同时面对多人